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品 六祖要为弟子解释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当今佛教界的主流 如果你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的话 你未来的修学就具备证件 你就不会人云亦云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谈功德和福德之别 我们在一些寺院看过一种箱子 叫功德田 福德香 随缘香或添油香 那到底是功德香还是福德香 可以是两者 你丢下去那一刹那是无助的供养 无助的布施 在那一刹那就叫做功德香 如果心有所助 丢下去就叫福德香 一样的道理 同样做一个事情 境界不一样 不施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所求 有所着向的不施 纵使他嘴巴讲 他没有这种想法 但他潜意识 还是有这种概念 如果你不施时 一点执着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你不开悟 就是你有执着 但你没有觉察 这要记住自己很深的内在 你才会察觉 第二个问题 要谈的是净土真正的意义 即西方净土和自性净土 佛教界现在几乎是以净土为主流 但这不是现在才发生 从六祖那个时代 就有人提倡念佛 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 你应该尊重别人 不要别人修 修得跟你的不一样 你就觉得别人错 别人愚痴 六祖曰 色泪自有道 各不相防恼 我们要彼此尊重 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懂佛真正的意思 你就是真正的念佛人 否则 你喊破红楼 也枉然 第二品讲的这两个问题 对当今学佛的人很重要 无论你是哪一个宗门教派 你对此要很清楚 否则你修行会偏差 你可能只是一种信仰 并非正信 正信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解之上的 很多人常讲 你要有宗教信仰 才有一个归宿 真正的归宿 不是归宿于宗教 作为女性的 归宿也不在于丈夫或祖女 俗话讲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靠佛不保 靠自己最好 每个人 还是要回归于自己 学佛更是如此 你最终的归宿是自己的心 如果不把这两个问题谈清楚 你学佛就跟其他的信仰差不多 我过去在教易经时 曾问过一个同学 我所教的易经是教什么 他说 师父 你教的易经不是风水地理 也不是补挂算命 你教的是人生的哲理 我也教他道德经 我问他 那道德经呢 他说 你所教的道德经 在谈人生的哲理 我还教他论语 我又问 那我所教的论语呢 论语 也在教人生的哲理 我说 三本我就教一本就好了 教那么多本干什么 这三本经书有相同之处 一定也有不同之处 同理 弥陀经和金刚经 都是佛经 那就教一本就好了 又何必教两本呢 他们有一同之处 你都当懂 我们都是人 但是每个人个性都不同 你不可以只知道同 也不可以只知道不同 众生就是只知道不同 但是却不知道同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谁都不服谁 谁都无法跟谁相处 但是你学佛之后 不要觉得什么都相同 都公平 都一样 都平等 你若不知道不同在哪里 你会越学越愚痴 所有的人都在做事 但是哪里不一样 不是不做事 而是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的心到底执不执着 这就是关键 文后思维 你做任何事情 有回归于内心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